好 仲星券呢 先前本來說要參考去年三倍券 這個優良政績變成了五倍券 可是目前呢 看起來是又再一次的轉彎 除了免費領之外 民進黨內部呢 也開始進行了一個開會討論 叫來了所有的民進黨立委 要統合一下黨內各個派系的意見 結果呢就發現了 在剛剛行政院長蘇貞昌呢 說已經確定了 振興券的發放細節 就是免費不用拿一千塊 直接發五千塊的振興券 然後同時訂下時間點 最快是在10月的時候來發放 好 今天上午的這個最新消息呢 也讓大家看到了 這大概一個月左右吧 時間的快速變化 說快還真的很快 因為呢7月27號那個時候呢 疫情稍稍的比較喘解的同時 大家開始來講必須要救經濟 然後呢我們的蘇院長內閣這邊 就開始拋出了 這麼樣一個想法跟方案 說你看看去年的三倍券 真好贏 那個時候呢是他們重要的一個政績 因為來看到去年的三倍券 他那個時候呢是紙本跟數位並用嘛 然後預算了500多億 說可以創造GDP是0.53% 好這件事情呢 讓蘇貞昌現在說很有信心 因為呢他覺得五倍券一定可以大大來複製 去年成功的經驗 所以剛開始呢他推出了這個五倍券是什麼 方法就同三倍券一樣 但預算呢規模大大擴大變成了1100億 然後那個時候呢還告訴我們說 可以創造出千億的效果 可問題是每一個人你都要掏1000塊 阿領導那系列人你就要掏4000塊出來 現在很多人說吃飽都有問題了 拿那麼多錢來跟你換五倍券呢 所以在這個民意的催促之下 結果呢政策開始轉彎了 8月5號推五倍券之後 發現在上個星期8月13號 突然整件事情急轉時下變成了免費領 好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就連他們民進黨內部的人都不同意 所以呢在今天才要邀請所有的民進黨立委來一起好好的討論一下 大家一起定調 到底現在所謂的政心券五倍券名字叫什麼 怎麼發什麼時候發 大家一起叫來不要再多頭馬車不同調 好也有名嘴在爆料 他是誰呢 他是前民進黨的立委郭正亮 他的講法是 其實上個星期大家看到政策會這樣的轉彎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各派系立委呢他們接應到了地方上頭的民情 很多人有意見啊 大家都要選啊 都需要民意基礎啊 所以就網上匯報了 那蔡英文呢 他也當時有跟蘇貞昌講 拜託你好好的疏通溝通一下 雙方不要有代溝 可是沒有想到蘇貞昌呢 還是一樣 甚至連這個五倍券振興券的板膜都拿出來 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沒有辦法來抑制這件事情 所以才會造成讓大家覺得有種全面開幹的感覺 現在啊 他說當時他那個講法就已經是要蘇貞昌看著辦了 也因為這樣才會有這麼一大圈的轉彎 以及今天的所有人一起來討論 但說是討論 你有沒有發現民進黨的人討論之後就定掉了 沒有在野黨耶 在野黨也有很多人有意見 所以在今天國民黨的部分直接衝到行政院來抗議 在現場大撒幣 痛批 蘇貞昌是不是看不起民意 剛才九點前進到行政院 五倍券就要上路 蘇貞昌今天再約台民進黨立委 還可能拍板把五倍券改名叫振興券 但國民黨立委抗議 既然免費領券等同現金 幹嘛還要花大把鈔票印券 直接從行政院抗議 一起讓百姓連三餐都有問題 民調有九成二民眾就是要現金 但政府卻硬要硬券 打死不聽 藍軍直接要求跟蘇貞昌會面 卻被拒絕被大批警力擋在外面 雙方一度爆發衝突 不信心 國民黨的委員 接受接券 接受接券 一樣的權力 一樣的監督 為什麼他們可以 我們在野就不行 藍軍跑紅 蘇貞昌堅持硬券 是因為傳出印無配券 連板都印好了 紙張都要送來台灣才打死不退 箭在懸上不得不發 而且是先射箭再劃發 就是要發券嘛 所以想盡百般的理由 全民都當判案是不是 民眾怒火排山倒海 政院才不得不退 讓民眾免費勉券 但不給現金堅持硬券 難道就背後真有黑箱作業 記者張高鵬 李一璇 SNG小組 台北報導 另外呢 也要來問問 現在在線上的這些朋友們 有沒有人今天有去簽威力彩 有的話來幫我加一好嗎 祝大家今天都可以中獎 原因是因為 今天在威力彩的部分 買氣很旺 連槓了39期了 頭獎是上看 17.5億元 命理專家就講了 適逢鬼月 如果你想要求偏財運的話 可以去拜百姓公廟或者是城隍廟 祈求好兄弟的幫忙 來 我們來看到的是 現在呢 線上的8904位朋友 如果說呢 你們生肖裡頭 有屬蛇的 屬龍的 屬屬的 那麼你現在的財運可能比較好 開獎日呢 雖然是平日 但是啊 在今天彩券行已經陸續的出現人潮 櫃檯人員忙不停 平日一早彩券行買氣還不錯 都是衝著威力彩頭獎的 17.5億 因為想要當有錢人啊 對… 演一個自己沒有人夢 上班族說什麼都要繞過來 買一張彩券才安心 還有菜籃族看準超高獎金 比平常買的都要多 我都固定一個金額在買 那今天有比這個固定金額還高一點嗎 有 有 高一點 對 平常不太買 就是 有特殊狀況的時候才會買 台中東區這間彩券行 已經六次開出頭獎 老闆說越接近下班時間 人會越多 晚上八點前是高峰 上個禮拜單日營業額就破百萬 比平常多 將近十倍 今天大概可能130萬以上 800金額最多的大概有十幾萬 威力彩迎來今年最高彩金 時間點又在毀月 民宿專家說 這時候想求財 選擇百姓宮廟或城隍岩廟 會比較有效果 擊敗時值錢要多少一點 共品最好是婚宿都要準備 平常在於失德的部分 不失的部分比較少 你可以到百姓宮廟那邊 去跟百姓宮賭一下 疫情區換加上誘人財經 民眾出門意願高 抱著希望想一夜之間 財富自由 講入誰家還是繼續鞏固 晚上就會見真章 記者陳果然李雲杰 ASNG小組台中報導 好看線上有何曉軒 陳奕婷 張國毅還有徐正坤 以及福生衛蝦 DAMP DPP 美美田張立化還有葉錦鳴 好多人有今天呢 有去大概埋一下樂透 祝大家都中獎好嗎 有夢最美 特別是在現在 因為呢現在很多人都說 行話拍鬼 這樣二級之後 雖然這個在觀光業者來說 他們好像是景氣稍稍有回來一點點 在南台灣的墾丁這邊 人潮說也回來了 甚至車流量也變多了 可是呢他們就講了住房率還是慘兮兮啊 他說六七月呢 以往都是暑假忘記 以前的飯店是完全的沒有剩下新的飯 沒有剩下飯店房間可以住 結果現在都已經降二級了 訂房還是沒有回升 因為很多人都是因為擔心疫情呢 會遇上Delta變異株 很害怕不敢在外頭過夜 中午兩天肯定大J勇姓人潮 七夕情人節這天 爸爸抱小孩出門曬老婆 小情侶手牽手撈屌屌 攤位前大排長龍 人都倒彷彿回到疫情前 彼得工作人員不得不拿出大聲工 要大家隔開一點 但玩歸玩 遊客還是不敢待太久 開往肯定路上一路暢通 但要回市區的對象車道 卻一路塞了好幾公里 不玩兩天一夜 統統都是當天來回 但人多車流多 卻不代表住房也多 飯店業者哀聲一片 所以六七八這三個月 在我們一年的收入大概降級 三分之一以上 今年很難不虧啦 知名茶餐放眼望去不到十個人 打聽十九桌 只有兩桌五人 降級住房率仍是慘兮兮 光是六七月訂房率只有一成 這個月降級 訂房也只有兩成 飯店賠到托庫 那以往七月份的住房率 月略都有九成 那今年都疫情嚴峻 那七月份的住房率 就只有5.9% 疫情重創國慶之難 暑假忘記住房率 連一成都不到 先前Delta肆虐屏東 就怕漁波未了 遊客實在不敢大意 這張出話馬家瑜屏東報導